茶的茶香 這道時間是第一個煮的 他們時間比較多 這麵很有味道 第二個辛拉麵大家也很熟啊 韓國代表 I love ginger too OK 這是騙妹子 這騙妹子一定過 這妹子到你家就覺得 哇好厲害 哇手運這麼好 但是自己在家吃就覺得 幹好搞唱 我都吃什麼 秘密武器嗎 平常大家家裡都會有 天國 誰 天國泡麵 什麼意思 冰箱裡面不是都有一半嗎 誰家裡面有 你覺得 這個 愛你家過夜 昨天喝很醉 你早上起來 弄這個給他吃 弄個早餐 對 哦 哈囉大家好我是一定特 歡迎收看特好吃系列 那我們今天厲害了 來介紹我們各國的泡麵 因為這個年底到了 天氣涼了 出去買宵夜很冷 不想下去 但是在家要餓肚子怎麼辦 煮泡麵 但是泡麵這種東西 大家都比拼過了 我們今天要來一點 特別 創意泡麵 我們有在網路上 查到一些比較創意 特別的泡麵做法 我們要來做一下比拼 但因為時間關係有點晚了 所以我們從便利店買了一點 基本的材料 但我覺得這也是 宵夜的元素 隨手就拿得到的東西 因為我們有上網先看一下 所以今天每個製作構成 大概都是五到十分鐘之內都可以完成 而且7-11已經都買得到 便宜 簡單 好吃 又暴力 那我們這邊準備來台灣代表 維力炸醬麵 再來 這一個像台日混血啦 它這個是炒麵麵包 炒麵麵包是日本來的 炒麵麵包日本的 第一個就混血了 對 混血兒 這樣我直接選他了 現在混血兒 我愛你 我直接選不選了 其他我不要 這是你個人的喜歡嗎 對 就是我個人喜好 了解 然後第二個新拉麵 大家很熟啊 韓國代表 I love ginger too 我的 再第三有這個厲害 東南亞代表 來自新加坡 這叫什麼 馬來西亞 這間我有印象 因為我當年在新加坡打比賽有吃過 據說是50年的早店 那它還出一個這個泡麵 你的右邊這兩個都是新宮的 它一個是馬來西亞 一個是新加坡 所以我來說東南亞代表 不然你的東南亞混新加坡 這怎麼混 這感覺沒有混到 要不要買一件連在一起 好像沒有這麼混的 了解 那我可不可以問一下 特哥你今天比較期待哪一個 我本來是比較期待混血兒 哈哈 我真的期待我們台灣的泡麵 咬打這些嘛 那我們就直接出菜進過程度 好沒問題出菜 經過大概15分鐘 四道 異國創意泡麵 要不要跟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是混血兒 中日混血兒 其實我本來對它的外型很期待的 但是一見面我就覺得 好像被騙錢 這個東西是這樣 就是微粒雜醬麵 先把它泡開 麵體撈出來之後加醬 再加上雞汁乾麵 點心小麵 放上去之後 這個的麵包是 大橫堡的麵包 它是有溫度的 這個料理 它其實拿去微波爐 然後上面放那個 7-11麥的起司 微波就可以了 那是你有加微粒雜醬麵的醬嗎 有 在裡面 你吃吃看 口感很好 有那個點心麵的香味 它唯一的缺點就是 看起來超麻煩 等它煮了 然後再鋪上去 這一道是製造裡面最快的 大概剩五分鐘 微粒雜醬麵 主打的是它的醬香 所以它鋪了幾次 感覺有點把醬香蓋掉 而且吃起來 不是很方便 這道給過嗎 麵包口感很好 然後配這個點心麵 口感跟香味也很好 但就是 我是來吃泡麵的 怎麼搞的這麼有儀式感 我覺得啦 騙妹子一定過 這個是騙妹子 騙妹子一定過 這妹子到人家就覺得 哇好厲害 哇手藝這麼好 但是自己在家吃就覺得 幹好搞瘡 還用手拿 蓋到 這應該是辛拉麵吧 我看到上面有辣椒 這是辛拉麵的 炒泡麵吧 我很怕辣 這個東西是因人而異啦 這個的起司有點加太多 因為這個東西是 放了太久 喔 乾掉了 喔它們跟起司有點糊在一起 但很香欸 而且裡面有那種 半熟的蛋 這道它的做法是 因為一般來講 下面就倒大概 400ml到500ml的水 它這個大概是要倒350ml的水 然後一定要再 不沾鍋 它的辣粉醬只能倒一半 它把所有的醬都倒進去之後 等它煮開了之後 整個麵下去 就讓它慢慢悶 悶到整個讓它麵體收吃了之後 放兩片起司跟一顆蛋 這樣就結束了 好了 我們不是黑鍋不要用太大嗎 這已經加飯包了 只有飯包而已了 欸你的那個大紅欸 剛入口好辣 這兩口起司跟蛋液 裹著那個麵條的香味 這道就有那種泡麵的感覺 可是這道你給過嗎 給過 我覺得能吃辣的人吧 能吃辣吃的一定不爽 因為這個東西我四組過兩次啦 因為我第一次是把辣包麵全加 真的有點太辣 可是有朋友覺得是好吃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可能是因人而異 我覺得起司也可以再少一點 然後蛋多一點 這樣吃起來比較有那種飽度感 丁特你平常是會吃辛辣麵的 我那個辣粉都會加三分之一 那我問你喔 因為這個是乾麵的版本 那你乾麵跟湯麵你比較prevert 我比較prevert湯 因為湯的麵吃起來 你有吃到它的麵跟它的味道 但是它不會這麼辣 因為它辣都在湯的辣油 這個你把那個湯都吸進去了 我見得好辣 我現在耳朵好痛 可是你還是一口先一口欸 因為真的不錯 因為它裹著那個蛋液跟那個起司 口感很好 它口感真的很好 詳細的做法 我們最後會做一個註解 下一道 這是新風的 馬來西亞佐蘇肥 超傷雞肉塊 哈哈哈哈 這道略微沒成意 它看起來平凡無奇 就是只有麵跟湯 沒有料 它唯一的料就是去Seven 拆一塊蘇肥雞鋪上去 哈哈哈哈 這叫做料理嗎 啊啊啊啊啊啊 東台有麵體都是這樣 就是比較細的 他們家的麵體 一定要另外煮過 不然的話會太粉 這什麼口感 清淡口感 中藥 你湯頭最后 你相信我湯頭最后 湯頭最后嗎 最後再開講 先讓我噴它一頓 這個麵就是 就是泡麵 我不知道說什麼 哈哈哈哈 這就是一般的泡麵 感覺它那個中藥沒有吸到湯裡面 這個我要幫他講 原因是因為 我們今天時間不夠 因為今天時間上面的問題 就是我們把麵條 先另外煮 所以如果是一起煮的話 味道應該是會清楚 那我可以吃湯嗎 你喝喝看 欸我是很怕湯的人 但我吸了兩口 這真的好屌 它的湯頭很猛 我當年有吃過現場的 現場的湯會比較濃郁 但這個看起來很清淡 我以為它是泡麵水 但它味道還是很夠 但是 喜歡肉骨茶的這道 我覺得 滿OK的 這一口湯再吃麵 麵就變好吃 所以我剛剛為什麼叫你先吃麵 這樣你懂了齁 感覺很補 哈哈哈哈 這個原因是因為我們在試的時候 他說因為出肥的那個雞肉啊 他會去吸湯 欸不是大哥你吃太多了 我先把它喝完 因為還有一碗 這個最後一碗 新風的新加坡口味嘛 等一下我再跟你講裡面的配料 好先等我 我先告訴你們 我平常宵夜都吃什麼 秘密武器嗎 平常大家家裡都會有 金箔 金箔泡麵 什麼意思 冰箱裡面不是都會有一罐嗎 誰家裡面有 你覺得這個東西不夠味道 你就傻一點 傻一點金箔 最後一片 太多了 因為這個有點辣 我要撒點金箔 吃起來比較不會那麼痛苦 這是怎樣 你平常會加金箔吃泡麵對不對 對啊 哦 好來 金箔肉 誰會這樣吃辣 讓我想起我的老爸 你說金箔的部分 還是肉的部分 肉 那個是什麼 食用金箔 不是啦 不是啦 哈哈哈哈 他不然是不可食用的 我是說那個肉是什麼肉 那是雞蒸啊 便利店真白的那種 味道很好啊 對味 就它裡面有那種香 然後那邊泡一層肉苦茶的茶香 這道時間是第一個主打 它時間比較多 正面很有味道 所以我吸進去 雞蒸真的很強 可以裹上來 我覺得我可以喝辣 來 我只是在做香蕉 我吃兩口麵就知道了 什麼一點 蒜頭雞的香味 那個雞蒸裡面爆炒的有蒜 真的喔 味道好複雜 哦 可是好爽 你平常常吃泡麵啊 很常啊 我會加雙蛋 財富自由的這樣子 不會加金箔 不會 不會加金箔啊 我加雙蛋就不加金箔了 已經雙蛋了 品嘗完試到掉以後呢 果然一一評價一下 這個維利雜醬麵呢 台日混血 這不是維利雜醬麵 這是炒麵麵包 所以他從哪出生的都不能講 對不對 可以可以說中日混血的炒麵麵包 好這個炒麵麵包呢 我覺得 宵夜真的不太適合 我覺得這個比較適合早午餐 早午餐弄一下 我知道了 一天的興致都來了 我知道了 你約了一個妹 愛你家過夜 昨天喝很醉 你早上起來 弄這個給他吃 弄個早餐 對 哦 這個是有情趣 哎唷 家裡有人啊 就來一起吃這個 就感覺蠻醋癒的 味道真的不錯 但是我覺得一定要點心麵 還要雞汁喔 只好我覺得起司再少一點 就完美了 今天加太多了 你給幾顆金特分數 3.5星 只有3.5星 如果加金箔4.5 我先問一下 滿星幾星 五星 所以他有3.5星 對 那下一道 下一道這是什麼 辣到忘記自己姓什麼 辛辣麵炒麵 喜歡吃辣 又或者你朋友說他很能吃辣 然後你不信的 你可以弄一道這個給他吃吃看 因為辛辣麵辣都是辣在那個湯 然後那個辣油什麼 都混在湯裡面 你這炒麵麵就是把那個湯全部吸乾了 收乾收汁收到這個麵裡面 真的超辣 尤其第一口下去 那個嘴巴裡面的刺激是 一般人是受不了的 沒有這麼大我覺得有4顆星 這個配雙蛋就5顆星 那下一道 馬來西亞的中藥肉骨場面 麵體本身3顆星 沒有什麼口感 但是湯呢 4.5 他這個中藥湯真的很厲害 你單湯就4.5 因為你吃泡麵你是吃爽的 要填飽肚子 但這個湯你喝下去 你會覺得 你在滋補自己的身體 這回來就很順口 感覺跟你的喉頭融在一起 他可以加一些青江菜啊 或者是牛肉片啊 再加一些蔥花 清燉中藥肉骨牛肉麵 這樣就超好吃 你覺得那塊酥肥怎麼樣 因為你剛剛都沒講到那塊酥肥 就便利店的酥肥 假設大家應該都有吃過 最後一道 然後這個我覺得很完美 剛剛這個進化本 雖然他套了一個便利店的急增 讓這個很厲害的藥材的湯 有了一點生氣 所以你意思是說 就是這個剛就有符合你的條件 因為它這個肉本身就有力量 它可以把一些力量 鑄到這碗泡麵裡面去 然後它有一點蒜香 我覺得這蒜香跟這個胡椒味好搭 那今天各國泡麵創意料理大比拼 就到這邊告一告一告一告 喜歡的朋友歡迎按下訂閱 我們下一期再見 掰掰